对于辽宁队来说 昨天晚上轻松的战胜了宁波队 也都是提前11轮 锁定了季后赛的一个席位 常规赛打到现在为止 辽宁队确实是表现最好 甚至是最稳定的一支球队 拿下常规赛的冠军 应该是没有更大的一个悬念了 对于辽宁队来说 能不能重夺总冠军 也成为球迷跟媒体 所预测的一个日益的话题 对于这个赛季来说 也确实是辽宁队 重夺总冠军 最好机会的一个赛季 就看他们季后赛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了 在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当中 核心后卫郭艾伦是轮休 赛后杨明指导说到 郭艾伦其实是提前两轮 就离开了赛区 后续两场比赛 他都是提前不打低 对于郭艾伦来说 杨明指导还说到了 他身上有大腿拉伤的一个情况 身体还有生病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后续他伤病的一个恢复来说 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对于杨明指导说出了 郭艾伦退赛的一个原因 其实很多球迷也都是支持的 甚至对于郭艾伦来说 很多球迷说到了 我自己无缘个人MVP的 一个竞争的话也是有点可惜 但是相比于球队 要重夺总冠军的这个目标 牺牲个人的一个荣誉的竞争 也都是情有可原的 甚至对于辽宁队来说 如果这个赛季再不重夺总冠军的话 未来的几个赛季难度 也都是逐渐增大的 毕竟整个CBA联盟来说 争贯的格局 也都是彻底的一个改变了 所以对于辽宁队来说 这个赛季也都是要把握住机会 对于辽宁队来说 如果球员的一个目标 跟球队的一个目标 也都是一致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终于等到了最强辽宁队的一个出现了 虽然现在辽宁队进入了伤病的疲劳期 包括韩德军 张震宁 郭艾伦也都是因为伤病提前离开了赛区 但是只要打完最后一轮 第二阶段的比赛 辽宁队也都是迎来一个月左右的伤病恢复期 加上中国南篮 在窗口期当中也都是没有比赛的任务 他们的一些国手还有主力球员 也都是迎来难得的一个月左右的休赛期 所以这段时间 也都是辽宁队调整跟伤病恢复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第三阶段恢复还有机场场常规赛的一个情况 杨明指导肯定边打边看 让主力球员能够得到轮休 能够保持手感的情况之下 确保自己防守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对于辽宁队的争冠来说 现在杨明指导已经是提前做好了部署 对于季后赛的一个对阵的形式来说 杨明指导也都是有主动的一个优势 因为他们可以瞄准自己潜在的对手 提前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郭艾伦无缘个人MVP的一个竞争的话 也算是对于辽宁队争冠来说 有一个利好的消息 只有个人的一个目标 跟球队的目标都放在一起的话 争冠的可能性也都会逐渐变大的 所以对于辽宁队来说 现在虽然遇到了困难 相信在一个月的伤病的调整期之后 辽宁队肯定是以最强的一个阵容 去到季后赛的 所以对于季后赛的一个表现 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辽宁队 对于郭艾伦提前两轮退赛的话 也希望他在这个休赛当中 能够恢复好自己的伤病 就算无缘自己个人MVP的一个竞争 也希望他能够重夺这个总冠军 在季后赛当中 打出能够征服球迷的一个表现 我会放下来 做個项目的一项 在正前一项 三个个颜色 婚优筑 课题